十二星座在面对新学期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呢 让我们看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咕咕姐姐 新的一学期开始了 那么十二星座在面对新学期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呢 让我们看一下吧 哎呀 开学了 完了 完了我佳琪作业还没写呢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反正就是老师找家长呗 宝宝无所畏惧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妈呀 我想开学了 哎呦开学了 妈妈每个月给我五百块钱 上学放学做公交四块钱 嗯 吃饭 十块钱 哎呀不行不行太多了 八块吧 嗯 还有书板 笔托 太好了 我这个月还能剩一百块钱 双鱼 双鱼妹妹 嗯 这次投票选班长 你偷谁 嗯 我要选摩羯当班长 为什么 因为摩羯学习好呀 还有双紫白羊水瓶都要选摩羯当班长呢 那完了 那我当不了班长了 不行 我要休息月 我不念了 走 这一学期 我该怎么超过摩羯 我是晚睡一个小时 还是让水瓶多找得出去玩呢 不行 我一定要超过它 走 走 啊 怎么这么快就开学了 我记得假期是有两个月的啊 嗯 不过啊 我觉得开学也挺好的 又能看见我的好朋友了 但是我的同学还是不是水瓶座呢 只有他上课时间才能跟我聊天 哎 哎 我作业放哪儿 我写作业了吗 怎么才忘了四十五天的假 就乱成这样了 哎呀 你干什么呀 你拿那篇去 你看你桌面乱的 看着就烦 嗯 不烦呀 我觉得挺好的 我告诉你 下一学期 咱们两个就一桌了 每天上课之前 必须要洗手 桌面摆放一定要整齐 让你妈妈每天都给你洗小服 听见没有 那 嗯 你说的这些你能做到吗 你管我 这位小朋友 现在已经开学了 你觉得新学期 你是否还能适应 紧张的学习生活呢 虽然假期让人感到很轻松 但是开学之后 我马上就调整好了状态 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 新的一学期 我相信 我会获得更多的收获 我可不能再得第三了 嗯 选A还是选B呢 我到底选A 还是选B呢 怎么办呀 这么快就开学了 我还没在家带购呢 我好想吃妈妈做的饭 好想让爸爸陪我去游乐场去玩 好想让奶奶和爷爷陪我玩玩去 我好想回家 啊 啊 摩羯 摩羯 你知道我这个假期干嘛去了吗 你干嘛去了 我去看了猴子 你知道猴子吃桃子小 我还去看了 有个鱼吃了 你知道怎么会合马吗 拿一个网 丢进去 合马这 你知道我妈妈说 如果我这次进门考了100份 她要带我去哪吗 去哪啊 哼 要带我去非洲看野生的大象 你知道怎么去吗 怎么去啊 坐飞机 哦 你真害 真好 摩羯 摩羯你干嘛呢 我在预习这学期的功课呀 其实嘛 我已经计划好了 你看我现在课前预习一遍 然后呢 上课老师再讲一遍 课后 我们再做一遍习题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完全的掌握 这学期的知识点 我去看大象了 拜拜 新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如果我考到全校第一的话 我就能作为学生代表 上台讲话了 到时候 妈妈一定会非常骄傲的 摩羯也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怎么样 刚才的片段 有没有初中年的心理呢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不过 不过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新的一学期里面 一定要努力学习加油哦 新魔力玩具学校 会一直陪伴小朋友们呢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 新魔力玩具学校哦 明天见了 拜拜